可以去行衣服、跑步、打球 Action 第三個叫做Alternative Perspective 其實就是每一個角度 大家看到一幅什麼畫? 大家看到什麼? 我看到人家是老鼠 我去到中學 中學生反應很熱烈 人家看到七、八樣東西 我們這些 人家看到老人家還有沒有? 人家看到兔子 人家看到大象 人家看到海豚 其實一幅畫 很簡單的線條 講了很多東西給我們聽 一幅這樣的畫 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就看到不同的東西 有人看到一個白 有人看到老鼠 有人看到大象 其實就是一件事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對它 我老公經常出去滾 整天約了女朋友 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老公這樣的年紀還有悉心 證明他很健康 我一整天都不用服侍他 因為他很開心 是嗎? 是嗎? 很多東西都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不用想到一遍 是不是他背叛了我呢? 是不是他已經不再漂亮呢? 子女不聽話 你看看 為什麼他不聽話呢? 不是啊 他沒有吸毒 哎呀 不聽話也很吸毒 不聽話可能有個性 是不是? 他有他的性格 每一件事 盡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叫做alternative perspective 這個就叫accumulation 你有買了很多accumulator嗎? 你吃嗎? 好笑嗎? 優白啊 有沒有人買到accumulator? 不要 accumulation 什麼叫accumulation? 你看 積粗吧 儲吧 其實什麼accumulation 就是儲 但這裡不是叫儲錢 原來是叫你 將每一件令到你快樂 令到你開心的事 你要儲起來 你可以把它寫下 銷日記到 或者你覺得 不是了 我現在眼花花不想寫下 拍照 放在電腦上 將每一件令你不開心的事 扔開它 不要記起了 但每一件令你快樂 令你開心 你覺得你很舒服的事 全部寫下 或者盡量寫下 拍照也好 寫多也好 寫人記也好 或者錄下幾個字 在記事簿都沒有 將它全部儲起它 當有一天你覺得 真的不多 開心的時候 你找回這本記事簿 或者找回你的Vlog 重回去 溫習一次 一些令你開心的事 你一定會發覺 你覺得情緒完全可以改變 最後一個字 就叫做 appreciation 為甚麼 欣賞 appreciate 去欣賞 不止是欣賞人 是要欣賞自己 所以我每天早上 我去拍鏡 跟自己說 都不是很老 還挺好樣 欣賞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長處 自己優點 除了欣賞自己之外 去學習欣賞別人 欣賞每一個人 不止欣賞人 欣賞你身邊每一件事 欣賞走一條街 你叫一朵花 欣賞這朵花 大家不知有沒有聽過故事 就是日本人 他們去打球 去打羽毛球 打完羽毛球之後 臨走之前 對著一個沒有人的羽毛球場 就對著羽毛球場鞠躬 然後就跟羽毛球場說 多謝你的球場 我很欣賞你 你今天讓我很快樂 我打了一場很好的球 欣賞每一件事 欣賞現在我們坐一個 有冷氣的房間 欣賞我們現在同一班 都認識了幾十年的朋友 還可以一起坐下